奉读经文 约伯记一章八至十二节 耶和华问撒旦说 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 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 敬畏神远离恶事 撒旦回答耶和华说 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 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 维护他和他的家 并他一切所有的吗 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 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 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 他必当面弃掉你 耶和华对撒旦说 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 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 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 阿们 接下来是平安唱十番的现世和 尼西管弦乐团的演奏 由周代行李守真牧师 见证 约伯记讲解第二讲 神允准撒旦控告的原因 感谢以特送归中药与神的 程佑镇弟兄 他马上就要参军了 他也赞美做服饰 希望能够成就信心成长 即使短期见不到他 也不要为他担心 下面是蒋台恩献花 献花者是四家男 李叔子之士和 姬爱顺圣徒 将所有荣誉归于引导我们来到万民祭坛 过蒙福相生活的父神 2005年 因为腰间盘突出 必须马上接受手术的情况下 接受主人牧师的祷告完全得一致了 妈妈也成了万民的圣徒 接受髋关节手术之后不慎摔倒了 但是蒙神保守没有受伤 又得到了购房的祝福 感谢父神主赐予领肉间的祝福 感谢牧者的恩典 引导我们带着新耶路撒冷的盼望奔跑 特此一感恩之心 献上讲坛献花 谢谢你们 亲爱的各位圣徒 上一讲是约伯记讲解第一讲 给大家介绍了约伯是怎样的人 约伯因为完全正直得到神的认可 并且作为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 具备蒙神赐福的器皿 而且约伯在东方人中就为质大 这不仅说明约伯从神蒙福富甲一方 而且他心地良善 胸怀宽广 具备受人尊敬的条件 因为约伯完全正直得神认可 又作为一家之主给家人做出了榜样 所以他的儿女们彼此之间也和睦有爱 但我们知道约伯的儿女们之间的爱 不是属灵的爱 而是属肉的爱 在此 我们应当领悟属肉的爱与属灵的爱之间的差异 继而得到更新变化 如果一个人对自己很好服侍自己 而且对方又具备配得尊敬的面貌 那么对我们来说尊敬对方顺从 并且爱对方并非难事 不过真正爱对方的人一定会发自内心 满足对方所愿 上级领导在的时候认真做事 不在的时候就随意而行 这不是真正的顺从对方 爱对方 服侍对方 如果对方称赞我 或者夸我的时候 我们就非常喜乐 但是当上级领导批评我们的时候 就会心里感到委屈 这不是真正的顺从 这不是属灵的爱 如果约伯的儿女们发自内心恭敬父亲的话 一定不会让约伯担心 但是约伯的儿女们举办研习之后 他担心儿女们在神面前犯了罪 所以代替儿女们在神面前献翻计 由此可知 约伯的儿女们不效放约伯敬畏神 没有顺从约伯的教导 所以约伯竭尽所能 叫他们自杰 约伯的所行始终如一 为了在神面前保持自杰 竭尽所能 由此可知约伯是个敬畏神 远离恶世的人 还说明了属幽暗的撒旦 来到光之神和神子面前的原因 这不是说撒旦与神面对面说话的意思 撒旦也是灵物 神只要愿意 不论在哪个场所都能与撒旦进行对话 今天接着上一讲 讲解约伯纪一章八节的内容 继续讲解主题经文中神与撒旦对话的内容 因此可能与上一讲的内容有些重复 但这些内容对于信仰生活至关重要 希望圣徒们认真铭记 以后遇到试探或熬练的时候 用真理得胜有余 希望工人们也用心明计划语 教导圣徒们 探访的时候也用真理教导圣徒们 使圣徒们遇到熬练的时候都能得胜有余 而且帮助圣徒们能够信心成长 主题经文 约伯纪一章八节前半节 耶和华问撒旦说 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 这里说我的仆人 可能有人会误会约伯是主仆人吗 不是的 这是说明神非常珍惜约伯 这句话的意思是 你留意观察约伯了吗 你用心观察约伯了吗 撒旦用心查看了得神喜爱和认可的约伯 约伯从神大蒙祝福 所以仇敌魔鬼撒旦嫉妒约伯 撒旦为了半岛蒙神爱的约伯就一直用心查看他 创世纪三章十四节记载耶和华 神对蛇说 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 比一切的牲畜也受更甚 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 对于迷惑亚当和夏娃摘吃山恶果的神 摘吃山恶果的蛇 神咒诅他说要终身吃土 但我们不曾见过蛇吃土 蛇以动物为食 所以这里的土指的是灵异 不是指这地上的土 而是指受造的人 蛇指的是仇敌魔鬼撒旦 撒旦以生活在幽暗中的人为食物 换言之 撒旦给生活在非真理之中的人 带去试探患难 疾病和痛苦 这是因为神咒诅撒旦 吃生活在非真理之中的人 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 撒旦就有资格向神要求说 神那个人犯了怎样怎样的罪 所以我要吞吃他 这就是灵界法则 按照这样的灵界法则 撒旦吞吃生活在幽暗中的人 所以公义的神 只能许可撒旦的控告 越是努力行真理的人 撒旦越是用心窥探他们 好抓住把柄在神面前控告他们 启示录十二章十节记载 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 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 并他基督的权柄 现在都来到了 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 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 已经被摔下去了 照着经文 包括撒旦在内的邪灵们 昼夜寻找可在神面前控告的人 由于不信神的人 已在撒旦的掌控之中 欲然因罪而至于死亡 因此撒旦不必用心查看他们 对于不信神的人 他们不必要去用心查看他们 因为犯罪的人 本来就属于撒旦的 他们在自己的权限里 给生活在罪恶中的人 带去试探和患难 所以在信主的人当中 全力寻找有把柄的人 倘若找到了 就按灵界的法则控告他 然后带给他试探患难 痛苦和疾病等 或者引诱他们犯下更大的罪 致使他们远离神 信神的人 神的儿女 如果行了很多的恶 脱离真理 就会脱离救恩的范畴 就是引诱他们犯下更大的罪 这是他们远离神 这是魔鬼撒旦的方法 从表面上看似 顺从神的道而活 但是内心里 有非真理的情况 撒旦会用心窥探他们 敬献各种礼拜 又做祷告 侍奉尽忠的人 如果疏于割礼内心 却依然认为我做得很好 那么撒旦就会给他们灌输 骄傲使他跌倒 这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骄傲的话 人就不可能发现自己的恶 神要我们时常警戒地论断定罪 也会轻易犯下 这样一来就会 远离神 失去圣灵充满 只能过行事性的信仰生活 最终脱离救恩的范畴 虽然我们在做主日礼拜 但不代表我们都能得救 其实我们做礼拜 呼求神 因为圣经上说 凡是称主啊主啊的人 不都能得救 撒旦想尽办法 想要办到神的儿女 就像上一节所讲的 撒旦会在空中 发出罪行 当我们的罪行与空中的罪行 等平时就会犯罪作恶 所以当我们犯罪作恶行非真理的时候 就会接受空中的 撒旦所发出的电波 就像我们手机里下载了软件 如果这个是不好的软件 有些软件 我们其实不亲自去点开它 它也会自己打开 所以我们应当要把它卸载掉 要获得圣灵充满时常警醒 时常检查我们是否还有不合乎神心意的地方 请查自己 时常警醒的话就不会被撒旦所搅扰 我们要知道仇敌魔鬼撒旦 想方设法从多个角度 给信主的圣徒们设陷阱 所以圣徒们一定要时常警醒 接下来神对撒旦说 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恶事 神称赞了约伯 正如上一讲所讲 就像上一讲所讲的 约伯的完全正直 与我们所说灵里的完全正直是有差别的 约伯在行为上完全 但是还没有离弃本性里的恶 所以虽然受到神的称赞 但是还是要经过熬练离弃心里的恶 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一点 约伯的完全 是指行为上显出温柔 而且神所认可的正直人是不会自欺的人 不会自欺的人自然不会欺骗他人 不论有没有人查看 他的行为始终如一 有一个方法可以简单地测定 各位是不是自欺的人 例如 跟自己约定 从明天起 早一点起来 上班之前先坐晨岛 开始新的一天 但是到了第二天早晨 听了闹午中的声音 却因为太困起不来 这就是自欺的人 像这样 连自己对自己的约定也不持守的人 就是自欺的人 自欺的人当然也有可能欺骗他人 所以神不认可这样的人是正直人 而是称他为说谎话的人 然而神认可约伯是正直人 可见他是佩蒙祝福的器皿 神又称赞约伯是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 敬畏神的意思是恨物邪恶 离弱各样的恶事 约伯因为相信永活的神 又敬畏神 所以竭尽所能 离弃了恶 因此 神对撒旦说地上再没有人 向他完全正直 敬畏神远离恶事 神说地上再没有人 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 远离恶事 听到这句话 大家不要误以为 约伯是不是人类工作史上 有史以来最合神心意的人 大家不要误解为这样 神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在那个时代 再没有像约伯那样的人 我们知道挪亚 称赞挪亚是当代的义员 这个指的就是说 在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 所以我们理解约伯的时候 也要这样理解 约伯称赞 神称赞约伯 又认可约伯 可为什么 约伯还是遭受了试探呢 我们知道约伯纪第三章开始 约伯许多非真理的样子 暴露出来 虽然现在神认可约伯 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但是后面将详细出现 撒旦控告约伯的原因 难道神不知道约伯心中隐藏的非真理 还称赞他吗 现在约伯非常敬畏神 但是后来遇到偶恶恶的时候 就会发出抱怨 难道神不知道吗 不是的 神是全知全能的 从万世以前 就知晓宇宙万物中的所有一切 神能计数每个人头发的数量 查看所有人的肺腑心肠 神早已知道 向约伯云准试探的话 他一定会受到试探 也知道约伯必定会说出许多非真理的话 但是现在主题经文里 神称赞的是约伯好的一面 对于他隐藏的缺点和不符合真理的一面 则没有提到 其实我们有九个缺点 神也愿举出一个优点来称赞我们 加给我们力量 这就是父神的心 神赐我们信心的大小 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神赐我们信心的大小时 我们努力离弃罪恶更新变化 为神家尽忠 当教会经历熬恋的时候 如果大家对曾经得到的信心大小 进行论断定罪 那么希望大家再次能够彻底悔改 我们应当要感谢神赐我们的恩典 而不是论断定罪 有的人得到过信心的分量 但后来变质了 现在更是看不到了 他以前是信心的磐石 但现在看来好像已经不是了 大家是否因为这样就论断定罪呢 关于这一点 通过神对约伯的称赞 我们也可以知道 以前断绝世界为了更新改变而付出努力 所以神按照他当时的信心的分量 给他测定 但其实他当时的分量也不是 根据自己的信心得到的 而是因着牧者的眼泪和现身 在牧者的空间里得到了 如果脱离了那空间 那么信心也不再完全 所以有的人离开 尽管神连这一切也都知道 但是神看在我们当时 竭尽全力更新变化的样子 所以赐我们信心的大小 这都是神加给我们力量 赐我们勇气得以更新变化 将我们领进歇露撒冷的爱 所以我们无需论断定罪 而是应该竭尽全力 离弃自己异变的心 在小事上尽忠 当我们为了更新改变 做出努力的时候 感谢加给我们力量和恩典的神爱 以前得到很高的信心分量的人 该怎么做呢 不要就着信心的分量 想要从他人得到尊敬 神赐我们信心的分量 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加进步 如果因着曾经得到的信心分量 心高气傲的人就要做悔改 当时之所以得到很高的分量 是因为当时是充满非常努力的更新改变 是根据当时的信心所赐的分量 如果现在失去充满也不尽忠 那么就要做悔改更新改变 以前信心好的人 不要执着于想要得到别人的尊敬 而且其他人也不要对别人进行论断定罪 说他以前信心好 现在信心不如以前了 那么说 我们要明白这一切都是父神引领我们的爱 要通过这些事明白人都是异变的 对此要不断地改变自己 如果我们不坚持走圣洁之路的话 那么也会变质脱离那条路 所以我们要以此为见 要是时刻警醒走自己所当走的路 约伯记一章九至十节 撒旦回答耶和华说 约伯敬卫神岂是无故呢 你岂不是四面卷上礼宝 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 他手所做的多蒙你赐福 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 撒旦回答神说 敬卫神 约伯敬卫神岂是无故呢 这是撒旦在神面前控告说 约伯敬卫神乃是由于 神对他赐福甚大的缘故 撒旦对人心之诡诈了如指掌 他知道人们往往唯独在蒙神赐福 获得财物健康名誉时才会向神谢恩 因此撒旦在神面前控告说 约伯敬卫神乃是由于 神对他赐福甚大的缘故 有些人得到恩典与祝福的时候 还能以感恩的心过向生活 但是一旦遇到试探就忘乎神恩 陷入迷惑甚至向神发怨言 神的恩典与敬卫神的最大缘由是什么呢 是因为神为了因罪必死无疑的我们 差派独生子耶稣来到地上 用十字架之爱拯救了我们 单凭这一点 我们也应该永远对神心存感恩之情 从地狱的永行之中将我们解救出来 赐我们永生和天国的神恩 真正明白这一厚恩的人 要像诗篇116篇12节所记载的 我拿什么报答伊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 应该时常感谢所蒙的恩典或敬畏神的生活 在教会经历熬练的时候 希望大家省察一下自己是怎么做的呢 教会充满的时候 我们自己充满的时候是非常幸福感恩的 但父神真正所愿的并不是这样的像生活 而是其实我们遇到试探 困难 遇到始料未及的困境 也能感恩 也能幸福 这才是父神所喜悦的想生活 我和院长经历过很多类似的事 所以我们经常告白 曾经蒙神恩典的时候 是多么蒙福的呀 现在我们在遇到熬恋的时候 是否依然在感谢神呢 如果我们不感恩 失去充满的话 那么遇到试探困境的时候 一定会非常痛苦难过 但是往往越是遇到困境试探的时候 我们变得更加体贴神 寻求父神 寻求父神 有些人发抱怨 埋怨 甚至全的离开 但越是这样的时候 在这熬恋的时候 我反而更加感觉到内心的平安 以前没有遇到困境的时候 虽然也感谢 但是并没有真正的领悟到 但是现在遇到困境的时候 反而知道父神所赐的平安 是多么宝贵的 如果遇到困境 就埋怨抱怨的话 这并不是真正的信心 因为撒旦窥探我们这样的心 所以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试探 并且在神面前 暴露我们的补足 我们应当努力更新改变 成就父神所习约的信心 到时父神一定会赐予我们 难以想象的祝福和应允 那么那时我们所领导的平安 是人难以想象的 因此如果只在蒙福 问题得解蒙女的时候 才敬畏神 这是错误的信仰 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 有的人始终不忘记所蒙的一次恩典 时常表达感恩之情 并努力报恩 然而有的人蒙恩时 心存感恩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感恩之心逐渐消失 与自己有恩惠的人 不论是在大事还是小事上 都不该忘记感恩 并且懂得报恩 才是做人的道理 大家从主人墓 是得到什么样的恩典呢 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呢 最重要的是 我们通过主人墓 是认识了主 认识了神 用全能做工各种问题 得解疾病得医 凭靠自己 不能从神得蒙 应允的问题 但是通过主人墓师的祷告 我们得蒙 应允疾病得医 我们所蒙的这些恩典 可能在其他的信徒 一生也未必能体验一次 有的人一生信主 但是可能体验不到神的恩典 但是因着主人墓师的 中宝祷告 我们通过全能做工体验了 但我们的问题就是 太过容易忘记 我们应该 更新改变 不要被撒旦抓住 把柄在神面前控告 我们不要忘记 从神所蒙的恩典 得到他人的帮助 后来对方停止提供帮助 也不会感到难过 而是常常铭记 第一次所蒙的恩典 不要忘记 有时候 对方对我一直非常好 但是突然又做一些 让我伤心难过的事 那这时 我们不要忘记 通过他以前所蒙的恩典 如果大家的那些良善 恒心不变的话 那么与人之间的关系 与神之间的关系 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如果我们是轻易忘记恩典的人 那么很容易被撒旦抓住 把柄 陷入撒旦设计的陷阱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就是要离弃这种异变的心 这样的话 就不会被撒旦抓住把柄 所以通过约布 我们要警察一下自己 是不是也有 可能被撒旦抓住的把柄 如果发现了要及时悔改 接下来 撒旦对神详细地说出 神赐给约伯怎样的祝福 约伯并没有犯罪 所以撒旦不应该控告他 但是之所以允准试探 其中是有原因的 下面详细说明 首先撒旦说 你岂不是四面卷上 礼拔维护他和他的家 并他一切所有的吗 撒旦说 神四面卷上礼拔维护 约伯一切所有的 表示神亲手保护约伯所经营的一切 并使他复复有余 其实撒旦对神说 因为神赐约伯极大的祝福 所以约伯敬为神感谢神 撒旦知道人心诡诈 便向神指控约伯 开始试探约伯的心 撒旦说 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 他必当面弃掉你 在这里撒旦对神说 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 我要把这句话误解为 原来神也亲自毁人 雅各书一章十三节记载 人被试探不可说 我是被神试探 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 他也不试探人 有的人遇到患难时 就说 我是被神试探 或者说 神加给我疾病 但这些话是误解神 令神伤心的话 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 总是愿赐我们上好福分的 慈爱的神 试问 哪个父母愿将不好的给儿女 哪个父母希望儿女受试探患难 承受痛苦呢 即使是作恶多端的人 也愿自己的儿女幸福 何况是因为爱我们 不惜舍出独生子的神 希望作成儿女的我们 幸福是在当然不过的事了 所以神不是毁人的神 反而当我们因这所遇到的 试探 熬练 苦难 认罪悔改 归正的时候 神就会使我们东山再起 甚至得到比先前更大的祝福 那么信神的儿女 遭遇试探患难的原因是什么呢 对此稍后再做说明 撒旦对神说 约伯敬畏神 乃是由于神对他赐福甚大的缘故 如果神取去约伯的全部财产 那么约伯一定会变质 就是弃掉神 撒旦知道神有祝福与咒诅的权柄 因此撒旦求神允许他毁掉约伯的所有 于是神对撒旦说 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 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 在这里凡他所有的 指的是包括儿女在内的全部财产 因为神知道撒旦接下来就要索取约伯的性命 所以神允准了撒旦的请求 但不许撒旦伤害约伯的身体 撒旦毁掉约伯的所有 就这样约伯遭受了第一次试炼 然而在这里重要的是 撒旦的这次控告是不当的 撒旦虽然把约伯所有的财产 以及他的儿女全部取去 然而约伯不但没有埋怨神 反而称颂神 约伯知道 人类只有在蒙恩的时候 得祝福的时候才会感谢神 所以设下陷阱控告人 但是这样一变得现在约伯第一次受试探的时候 没有显现出来 约伯记一章20-22节记载 就是第一次试探 来了之后 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 约伯失去所有财产 又失去儿女 却撕裂外袍剔了头 浮浮在地上下拜 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赤身 也赤身归回赏赐的是 以和华收取的也是以和华 以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在这一切的事上 约伯并不犯罪 也不以神为欲望 撒旦分明说过 就是他第一次试探约伯的时候 说如果约伯失去了一切所有的 他必当面弃掉神 可结果 约伯失去了一切所有之后 反而称颂神 由此证明 撒旦的第一次控告是不当的 撒旦在约伯所有所拥有的一切物质上 抓不到一点把柄 但是神之所以允准试探 是为了证明撒旦的控告是不当的 神也相信约伯能胜过物质上的试探 借着第一次试探 神向撒旦证明 约伯一定能胜过试探 他是如此敬畏我的人 撒旦是你错了 如果我们也能像约伯这样 那么一定会非常蒙神的喜悦 神之所以允许这样的试探 是为了赐予他更大的祝福 是为了向撒旦证明我们的信心 有的人遇到试探的时候 在约伯第一次受试探的时候 神不是为替约伯担心忧虑 而是非常相信约伯一定能胜过物质的试探 在这里我们查考一下 神的人遇到试探的几种情况 第一 撒旦为了迷惑人行不义 而对人进行试探 撒旦激动人心里的罪行 迷惑人犯罪 亚当犯罪之后 神咒诅蛇终身吃土 按照该咒诅 撒旦以用泥土所造的人为食物 总是试图抓住把柄来控告 首先 撒旦迷惑人追求情欲 致使人犯罪 然后向神控告 最后将灾殃带给人 例如 大卫看了乌利亚的妻子被迷惑 受了试探最终犯下了杀人的罪 因此 大卫被撒旦控告 遇到了极大的灾殃 雅各书一章十四至十五节 但个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迁引诱惑的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醉来 醉际长成就生出死来 正如经文所说 神并不试探人 人被自己的私欲迁引诱惑 追求情欲犯罪 因而遭遇灾殃 有时世人犯罪 可能不会马上临到灾殃 但神的儿女即使犯了小罪 也会随即遇到困难 这是因为神希望神的儿女 通过所遇到的困难进行悔改领悟 从此不再犯罪 并且与罪相争抵挡到留下的地步 不要误以为 没有发现也不能领悟自己的罪 按照这样的样子 一直到主在灾殃的时候 那对我们来说这不是真正的祝福 所以我们不要 不要说 不想遇到试探患难 不要担心 害怕遇到试探和患难 而是要明白 当我们遇到试探患难的时候 是神为了使我们更新改变 造就为更完全的人 西班牙书12章48节 你们与罪恶相争 还没有抵挡到留下的地步 你们又忘了 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说 儿子的话说 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 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 因为主所爱的 他必管教 有鞭达 凡所收纳的儿子 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 但你们如同带儿子 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管教原是众子所供受的 你们若不受管教 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 如果我们因为犯了小罪 而受到试探 临到管教 就不应该感到痛苦 灰心丧气 而是应当立即悔改归正 这样一来 因管教而遇到的困难就会退去 倘若不肯悔改归正 继续陷在罪恶当中 那么将会继续遭遇灾殃 尽管如此 仍然不肯悔改悖逆神到底 继续犯罪作恶的人 那么神会掩面不顾 道士也不再受神管教 这将是更可怕的事 因为神会把他当作私子 神如果说你不是我的儿子女儿 那么他将是谁的儿子呢 就会是仇敌魔鬼撒旦的儿女 如果完全成为仇敌魔鬼撒旦的儿女 那么这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就是不能得救 即使犯了罪 行了恶 也没有任何的管教 栽殃 这不是庆幸的事 而是非常可怕的事 若是这样 就要及时悔改归正 第二 为了发现并离弃原本的罪行 而临到试炼 如同约伯一样 即使不犯罪的人 也因为撒旦的控告遇到试探 虽然玉伯在行为上看似完全 但是因为存有自己无法发现的 原本的罪行 即本性里的恶 所以撒旦以此为把柄 带给他试炼 当然大多数情况下 一个人没有犯下情欲的事 或肉体的事 只是因为心里存留的罪行 神是不会接纳撒旦的控告 使人遭到撒旦的试探 通常情况下 人在犯罪的时候 行恶的时候 才会控告人带给他试探 但是现在约伯没有犯罪 却仍然被撒旦控告 其实原本神不接纳撒旦的控告也可以 但是神为了约伯更新改变 为了带领他进入灵 权灵 所以才接纳了撒旦的控告 允准撒旦带给约伯试探 但通常情况下 我们都是因为犯了罪 才会遇到试探和患难 我们若要问题得解 脱离困境 就要悔改自己所犯的罪 所以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 是截然相反的 我们应当凡事都要省察自己 看自己在神面前不合神心意的 事是什么 不论遇到第一种情况还是第二种情况 我们应该要时常喜乐 凡事谢恩 顺从父神的执意而活 约伯没有犯罪 却 受到撒旦的控告 这是因为有神特别的旨意 神之所以允准撒旦对约伯进行试探 是希望通过试探 暴露约伯原本的罪行 从而离弃约伯自己也没有领悟的 本性里的恶最终引导约伯进灵 在进灵之前可能会遇到许多这样的试探 就是对于那些马上将要进入灵的人 快要进入灵的人 他们不会犯罪 也不会发恶 但是因为有本性里的恶 当他们这些恶已经变成习惯 自己不能发现的时候 所以神会允许这样的熬练或试探 让他们发现 所以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 首先要查看为什么受试探 是因为自己有抱怨 不满 是因为自己不尽忠吗 我们发现问题的原因 然后改变的时候 就会迅速进灵 第三 神为了赐福而允准试探的情况 这既不是撒旦为了迷惑人犯罪 而带给人的试探 也不是为了使人发现 本性里的罪性而允准的试探 而是神测试个人的信心 向灵界证明的过程 就是试探也会分不同 种类 有时候为了赐给人全能 而允准试探 就像学生为了升学 参加入学考试一样 神测试那人的信心 是为了使他得到更大的祝福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 记载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 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看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照着经文所说 神为了赐福而允准试探的时候 按照个人信心的大小 允准受得住的试探 亚伯拉罕通过献以撒的试探之后 蒙神赐极大的祝福一样 通过大试探 蒙神赐的祝福也是大的 神知道亚伯拉罕 必定会通过献以撒的试探 尽管如此 神还是吩咐亚伯拉罕献以撒 神允准亚伯拉罕的试探 不是因为不知道 亚伯拉罕完全顺从神 而是为了向仇定魔鬼撒旦 显明亚伯拉罕的信心 当显明之后 神再次亚伯拉罕祝福 那么仇定魔鬼撒旦也无话可说 为了赐更大的祝福 先要向仇定魔鬼撒旦显明 他具有怎样的信心 这样一来 朝廷魔鬼撒旦也没有把柄可抓 越是赐予更大的祝福 就会遇到更大的试炼 这就是灵界法则 献以撒并非是小试探 这是非常大的试探 所以这样的试探是神允准的 亚伯拉罕并且 亚伯拉罕顺从了神的话 通过了这次试探 亚伯拉罕相信神救活死人的能力 因而随即顺从了神 上了摩利亚地的山 祝坛把柴摆好 捆绑他的儿子以撒 放在坛的柴上 当他拿刀要杀死以撒的瞬间 从天上发出呼叫亚伯拉罕的声音 神差遣使者阻止亚伯拉罕 创世纪22章12节记载天使说 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 一点不可害他 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如果能听到这样的告白 不但在这地上蒙福 而且与神建立完全信赖的关系 而且在天上的荣耀也是无比大的 但是往往很多人出于自己的意念 算计不想走这样的道路 如果我们也能像亚伯拉罕一样 遇到诸多的试探 并且平线都能胜过的话 一定会得蒙同样的祝福 大家如果也遇到亚伯拉罕那样的试探 大家是否能够通过呢 就像妻子贝多那样的试探 是否能通过呢 即使不是神亲自试探 就像就拿学生来说 即使不是期中考试 期末考试 假如说平常的一些小试验 小测试 就像这种小测验 就是说其实我尽忠 也是会被人说三道四 那遇到这样小测验一样的试探的时候 我们也要警察自己发现更新改变的话 那么小测验也会得满分 这样一来期中考试 期末考试也会得满分 在神面前也是如此 即便不是神允准的大试探 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试探 我们也要发现自己更新改变的话 才会通过大的试探 亚伯拉罕评线通过试探之后 神认可亚伯拉罕说 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借此神向仇敌魔鬼撒旦宣告 亚伯拉罕是佩蒙祝福的器皿 接着试探亚伯拉罕的信心得到证明 不仅归荣耀于神 而且也向邪灵证明 亚伯拉罕是佩蒙祝福的器皿 更明确地表明 即使神赐亚伯拉罕莫大的祝福 撒旦也无法控告 亚伯拉罕也可以通过自己完全顺从神的行为 确认自己原来如此爱神 如此信赖神 这样的生活 这样的向生活也非常有意思 我们自己也可以检测自己 昨天遇到同样的情况 自己还是抱怨 埋怨 但是今天遇到同样的事 不再抱怨了 就说明我们的信心成长了 我们不单因为信心 就是得到大的使命而感到高兴 而是在生活当中 每次通过这些小的试探的时候 我们能得胜的时候 我们应当为这些事 感到更加的高兴 每次通过成圣的测验的时候 就说明我们在向着成圣之路前进 这就是在对我们的信心做测定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灰心丧气 要更加充满的前进 因此神将莫大的祝福赐予平信 胜过试探的亚伯拉罕 创世纪二十日二章十五至十八节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 故叫亚伯拉罕说 耶和华说 你既行了这时不留下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 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你子孙必得着仇底的城门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神为了赐我们祝福而允准试探的情况 即使我们没有通过试炼 也不会受到试探 神总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 反而使万事相互效力 为此祝福而允准的试炼 如果我们没有通过 神也不会加给我们栽秧 这是为了神 这是神为了使 将我们领进灵和全灵而允准的 雅各书二章十七节记载 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雅各书二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把他儿子以撒陷在坛上 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 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 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 神吩咐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 亚伯拉罕如果只在嘴上说 我信神必定能救活死人 却没有行为 那他能成为信心的始祖吗 能蒙神赐几大的祝福吗 不会的 亚伯拉罕全然信神 因此平信顺从将以撒陷于神 借此事件 亚伯拉罕的信心得到确认 通过试探之后 必有祝福伴随 这就是灵界的法则 约伯通过了撒旦的第一次试探 单从结果来看 撒旦对约伯的控告是不当的 是无事实根据的 约伯没有埋怨神 反而通过了试探 由此证明撒旦的控告是不当的 但神的旨意 是使约伯更新变化 成就更大的信心造就为更完全 所以神允准撒旦对约伯进行第二次试探 关于约伯所受的试探下一讲 继续讲解 下面是结论 今天 刚才讲了 所受熬练的三种情况 很多人可能有第二种 很多人可能都是类似第二种情况 以前与牧者同在的时候 我们获得了 尽灵的分量 但是通过现在的奥列 我们要明白 当时的分量 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所得到的 现在我们要 成就真正属于自己的分量 这样一来 撒旦就不会抓我们的把柄 也无法控告我们 有圣洁福音 一一教导我们什么是罪 什么是真理 我们虽然在全能的空间 那么保守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此 就放松警惕 不努力更新改变 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 不能和心丧气 停止不前 若是如此 我们就要悔改 若有这样的人 应该要尽快站起来 受试探 不能怪罪于环境和别人 而是要从自身找问题 我们要因着父神的帮助 圣灵的帮助更新改变 下面是结论 亲爱的各位圣徒 今天查考了神与撒旦之间的对话 给大家说明了神 为什么接纳了 撒旦对约伯的控告 人的生死祸福掌握在神的手里 撒旦在神面前控告 得到神的允准 才能带给人试探和患难 然后给大家说明了 受试探的三种情况 第一 向大卫的情况 撒旦为了迷惑人 行不义而对人进行试探 第二 如同约伯的情况 为了使人发现 并离弃原本的罪行 而允准试探 第三 向亚伯拉罕的情况 为了赐福神允准试探 神之所以接纳撒旦的控告 并允准撒旦对约伯进行试探 是为了使约伯通过 试炼发现自己原本的恶 然后离弃恶罪中 进入完全的属灵境界 可是若要受熬炼 必须要有器皿 撒旦就是被神用作熬炼 约伯的器皿 撒旦属于邪灵 在神的极大旨意当中 为了完全成就人类工作职工 必然需要 也许有人认为 撒旦即使邪灵不存在就好了 然而正因为有撒旦 人才能领悟发现 并离弃自己心里的恶 因为我们在仇敌魔鬼撒旦 掌控空中全世的 属灵的世界里 接受人类工作 所以受撒旦的控告 才能发现并离弃本心里的恶 因此还能体验相对性 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 在自由旨意当中 顺从神的真儿女 奉主的名 祝愿所有圣徒 通过约伯记讲解 领悟神的旨意 从而造就为神所期待的真儿女 思考所听到的话 与一同做祷告 通过影像接受主人牧师 为患者做的祷告 有疾病的人 请把手放在疼痛之处 或软弱之处 接受祷告 没有疾病的人 请把手放在胸前 为心愿平信 接受祷告 哈利路亚 全能慈爱的父神 此刻求您亲自按守 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 超越时空 做工在基建电视观众之上 通过英特网和屏幕 接受祷告的 支教会支声店 以及全世界的神儿女们之上 赐予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 驱走他们一切否定的意念 和疑惑的事例 并驱走一切试探和患难 求父用圣灵的火 原本的光焚烧病 医治他们从头到脚 五脏六腑 每根骨节 全身神经组织细胞等一切疾病 奉耶稣基督的名 斥责仇敌魔鬼撒旦 以及疾病病居软弱 都退去 光啊进入吧 求父用圣灵的火 将所有绝症完整 焚烧净进 击退瘧疾 以及所有风土病 击退感冒 咳嗽 发烧 全身酸痛 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 任何流行性疾病 病均不能进入 求父保守 求父使胃癌肺癌 乳腺癌 子宫癌 大肠癌 皮肤癌等各种癌症 以及艾滋病 白血病 脑溢血 高血压 低血压 心脏病 肺病 胃病 糖尿病 腹科病 皮肤病 甲状腺疾病 以及所有炎症 也得到痊愈 也求父使 血而麻痹 中风 关节炎 腰椎间盘 突出症 也得以健全 腰痛 头痛 神经痛 在内的一切疼痛 都消失 癫痫自闭症 抑郁症 躁郁症 精神衰弱 等一切精神疾病 也都退去 我吩咐麻痹 瘫痪痪的得以释放 瘫子要起来行走 跳跃 模糊的视力 要看得清楚 听不清的耳朵 要听得清楚 瞎子要看见 笼子要听见 哑巴要开口说话 是各种事故后遗症 得以捷径 骨折得到愈合 烧伤烫伤 得以痊愈 火毒都退去 热气也退去 父啊 求做工不留下一点疤痕 毒品以及各种药物 剧毒物中毒 也得以洁净 已死的神经细胞复苏 死人也复生 求父给不能怀胎的 赐予怀胎的祝福 得到怀胎的祝福吧 奉耶稣基督的名 命令成 仇敌魔鬼撒旦 空中掌权的重恶魔都退去 他的重识者也退去 这世上的邪灵污秽的灵 虚幻鬼诈的灵 挑拨离箭 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 松开一切凶恶的声 黑暗退去吧 光啊 进住吧 求父神赐予您儿女们呼求祷告的能力 离其罪恶成就圣洁的能力 使他们灵魂兴盛 凡事兴盛 成就家庭福音化 祝福您儿女们 一周间从各种事故灾阳中 德蒙保守度过 亨通顺利的生活 用圣灵的火源 天平天使煮火焰般的眼目 看顾保守所有神儿女们的家庭工作事业 将智慧和明哲赐给学生们 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 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 不被世界所夺走 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 祝福您的儿女们 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 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 使他们都能见证 我遇见了神 体验了神 得到了应允 得到了祝福 父神感谢您将荣耀归给您 奉我主耶稣基督等名 祈求 阿们